今天來介紹一下這個冰雪大作戰喔 他可以去兌換一些 兌換商店那邊兌換一些獎勵喔 那這個冰雪大作戰呢 他其實就蠻類似貪吃蛇的齁 那話不多說我們來試試看喔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把左下角的那個自動加速給按到 然後呢 這裡有很多的那種聖誕禮物喔 有分小中大當然吃大的 你就會越來越茁壯喔 那茁壯的表示呢 就是你後來會生疏像貪吃蛇 那樣子的尾巴 然後獲勝條件呢就是 呃 當你到16格或者12分鐘結束的時候 就會獲勝喔 那看誰是第一名 那會依序排下來喔 就是 16的最強然後再來看是誰比較長 就是一個比長度的遊戲吧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呢 在這其中的你要避開兩種 算是三種東西喔 一種呢其實是 雪人 雪人的話呢 他會讓你去冰凍 被冰凍15秒 那就會比別人慢一點嘛 那再來呢 就是 避開聖誕老人 他等一下會出現喔 那除了避開聖誕老人 還有避開雪人以外呢 最後你要避開的是玩家 被冰凍了 被冰凍15秒 那順便就可以在這個冰凍的時間喔 看一下哪邊的東西比較多 等一下可能會這樣繞下去 再繞出來一圈喔 感覺這裡的東西是多的 然後 第三個就是避開玩家 玩家的話呢 你如果頭去撞到玩家 好像會立刻死亡 然後如果是頭對頭的話呢 就是比 長度喔 短的 就會輸 然後 再來 除了這些東西 除了避開 還有吃東西以外呢 這邊還會有些道具加成喔 那幾個道具呢 像是聖誕樹呢 他就可以讓你 吃的東西變擴大 可能旁邊兩三格啊 都會讓你 你只要走中間這個 旁邊他都會幫你 一起吃掉他 然後如果有這個東西 我就趕快下去 等我一下喔 那個是聖誕樹 那如果呢 你剛剛像有一個聖誕襪呢 就跟那種 人如其 物如其名嘛 這樣子 怎麼說勒 就是 聖誕 哇 就可以跑得比較快 40 好像說是45秒一次吧 這種跑比較快的話 就更容易去吃到東西喔 再來 就是 有一個聖誕帽 聖誕帽的話呢 你碰撞到別人呢 你會比較有加強的效果 最後一個 是什麼 聖誕鈴鐺 聖誕鈴鐺 我都沒有去用喔 可以發射一顆大雪球 但是我其實 我都沒有去 太管 這個東西 所以主要就是 你要吃襪子 然後可以跑比較快 然後吃聖誕樹 你可以 收集東西 也收集的 比一般人 還要再快速一點 然後 如果 當你想要去撞人的時候呢 你只要吃到了那個 聖誕帽 就可以去撞人喔 防止別人 比你更快速的 抵達到16 目前來講的話呢 我的機率 還算是 蠻 大的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先走在 邊邊 但是呢 等到一定的 時間點的時候 譬如像可能 我覺得應該剩5分鐘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能這樣走 原因是為什麼 中間到時候呢 會出現 邊邊會出現一個火 我上一次呢 我其實都已經快到16了 結果邊邊因為出現一個火 然後我就輸了 好 我獲得第一名喔 分享給大家